9月3日 郭董此董事后是否会出脱手上百万持股呢? 作者,A大 对于一些政治媒体及网军的造谣及抹黑 我个人觉得郭董就不太需要一直满足他们 这些人就是为了抹黑而抹黑 不论郭董怎么做 他们都是能说屁话的 例如郭董宣布参选总统时 就会说郭董不顾鸿海股东的利益 让股价大跌1.85% 听清楚哦 可是大跌1.85% 然后觉得鸿海股东都下风 那些政治媒体及网军的智商真的就是堪忧 结果郭董辞去鸿海董事后 又在那说郭董可以随心所欲的到货鸿海股票了 如果郭董不卖 他们会说辞董事没意义 还是有实质的控制权 如果卖了 他们就会说再割散户韭菜 这些人就是领着最惨的薪水 说得最垃圾的话 根本就不用去理这些政治媒体及网军 大部分投资鸿海的人 都是很理性的 他们知道鸿海目前股价净值比仅1.05倍 股价根本没有泡沫的现象 之前我就常和大家说 我根本就不在乎看我文章的人买货卖鸿海 那是你家的事 我分享你有关鸿海的价值 透过基本面 产业面告诉你投资鸿海很安全 你买也好 卖也罢 那是你家的事 当初有人说持有鸿海市支持我 那时我肚子就有一把无名货 你还是得了解一件事 你投资一家竞争世界一流的公司 重点是用净值附近买进 一年能为你赚进资产的10% 你投资是为了你自己 鸿海及A大都不欠你任何东西 你觉得得有价值投资你就买 不值得投资你就卖 还有一些鲁蛇及酸民会说 没有看到A大常常放库存出来 有可能手上没有持股或已经卖了 对于这种人 我只能和他说 你是哪位 为啥我要随时随地把我私人的东西放上来给你看 我也不欠你任何东西 你投资鸿海如果是基于我手上有或没有而投资 我劝你赶快卖一卖 你的投机动机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常和大家说 我还真找不到别党像鸿海这样好的大型基优股 可以用股价净值比1.05倍买到 一年能为我赚进资产的10% 然后股价波动甚至比中华电性小 2022年股市大跌6000多点时 鸿海股价仅从104元跌到103.5元 这还不包括除息的5.2元 我只能说 郭董和我的想法应该也是一样 现在鸿海股价净值比仅有1.05倍 到底有啥好卖的 与其担心别人买不买货卖不卖 不如担心投资的公司是否有价值 这才是你能决定的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鸿海敢供iPhone15即将准备大量出货 最近一些新闻及媒体报道的新闻 那些对于鸿海下半年的获利都不会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真正会影响鸿海下半年的获利事件是苹果15销售情况 去年我就和大家说 很多台商及外资企业会撤出中国 使得工作机会变少 去年因为疫情缘故 很多工人在那拿撬 在那暴动 鸿海逼不得已给了很多高薪级奖金 今年大家应该是有看到中国的经济很差 很多工人都找不到工作 现在中国工人的薪水基本上都是降低了很多 去年通货膨胀很严重 很多关键零组件 航运费都大涨 使得产品整体的价格上升 这就让鸿海的营收上升 但鸿海在组装部分 收的就是固定的费用 所以营收上升不代表对获利会有很大的贡献 今年鸿海的营收下降 如果不要算第一季下谱的重大资产减损 鸿海今年上半年的获利其实是和去年差不多的 如果看坏鸿海下半年获利的人 其实你可以直接去放空苹果 因为鸿海代工手机的多与少 取决苹果15的销售情况 大家应该了解一件事 苹果手机每一代几乎都有很固定的销售额 所以鸿海的获利基本上也是会有保底 最近一些新闻及消息 那些根本影响不了鸿海实质的获利 来听一个小故事 有一位大师见到两位和尚对着四前的棋子在争论 一个和尚说 你看棋子在动 另一个说 是风在动 大师则说 你们两个都错了 既不是风在动 也不是帆在动 是你们的心在动 在鸿海也是一样 媒体的消息如一阵风 吹向了鸿海这面棋 真正在动的是散户的心 风过了后 鸿海一样能经营获利 配股席 但心情浮动的散户就已经出局了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中盖ETF退市潮起比重仅剩一成 很多散户喜欢买ETF 但他们却不管ETF到底投资了什么 也不管ETF的规则是怎样 当他们把钱放到ETF中 就随便ETF发行商乱搞了 对ETF发行商来说 他们要的就是手续费及管理费 他们可以拿着客户的钱去追谋几档个股 然后把股价炒高 一来可以让那些个股交易热络 增加券商手续费 二来可以让自己短线绩效好看 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来买ETF 但时间久了后 这些个股就都会被打回原形 伤的就仅有散户的荷包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郭董此董事后是否会出脱手上百万持股呢? 二、鸿海敢供iPhone15即将准备大量出货 三、中国概念ETF退市潮起比重仅剩一成 一般政治媒体及网军说 郭董此董事 那么郭董以后出脱鸿海股票要不要申报呢? 是否可以尽情地卖股票? 鸿海集团声明全文说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先生因个人因素 此任本公司董事一职 本公司一职以提升公司治理为目标 因此在本届董事会九席董事当中 已经有过半数五席的独立董事 所以郭创办人此任董事后 并无需立即不选董事 郭创办人于49年前创立鸿海公司 并带领集团深耕技术研发、创新营育模式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服务企业 本公司深深感谢创办人 近半世纪以来对于集团 以及全球电子产业的贡献 郭创办人四年前正式交棒给专业经理人 鸿海集团就在原先扎实的基础上 继续地成长、茁壮 去年营业额突破了6兆台币 今年的现金鼓励 也创下1991年上市以来的新高 可以说是全球大型企业中 非常成功的传承案例 鸿海除了深耕既有的电子产业之外 公司也持续转型 刘洋伟董事长四年前接任后 以三、电动汽车、智慧健康、机器人 加三、人工智慧、半导体、新世代通讯 作为集团迈入下一个50年的主要方向 公司所提出的分享、合作、共荣 也是希望透过鸿海的全球地位 协助所在的24个地区 带来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优质的就业机会 不论是以往或是未来 可以带领鸿海集团永续发展 也继续对提升人类福祉带来最大的贡献 A大回答 这些政治媒体以及网军总是有他的毛 郭董当鸿海的董事时 就在那说会拖累鸿海股价 不顾鸿海股东的死活 当郭董辞了鸿海董事后 又在那说郭董未来可以尽情地卖鸿海股票 我只能说 理这种鸿蛇及酸鸣的话 他们永远都有一大堆的毛 根本不用去理这些人 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 连一张鸿海都买不起 与其担心别人会不会去卖鸿海股票 不如去研究一下目前鸿海值不值这个股价 我常常和大家说 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一个人卖鸿海股票 因为鸿海目前股价净值比1.05倍 一家能连续35年获利 35年配息 近20年获利平均有10%的公司 有人愿意用股价净值比1.05倍卖的话 那单纯就是他够愚蠢而已 一堆散户去买了AI概念股 股价净值比3倍 4倍甚至5倍的 这种公司你才要担心三大法人 或是大股东是否会到货 因为这些公司的股价明显 就是远超过其价值 会有少数的鸿蛇或酸民 在那说A大手上没有鸿海 或是说A大早就把鸿海卖了 因为都没有看到A大放库存上来给大家看 我只能说 凭什么我每天吃饱没事干就把我的库存给你看 你是哪位啊 再来 以目前鸿海的股价净值比1.05倍 每年鸿海能为我增加10%的资产增值 我还真的是找不到别党这么好的公司 也许会有人说 有一大堆公司涨得比鸿海快 涨得比鸿海多 但你摊开近几年鸿海股价的走势 哪一颗股价能像鸿海这么平稳 在2022年台股最多下跌6000多点时 鸿海股价从104元跌到103.5元 还不包含除息扣掉的5.2元 如果把这5.2元加进去 鸿海其实还是上涨4.7元 一堆鲁蛇一直在那担心谁会买或谁会卖 我是觉得你该把专注力放在公司有没有这价值 郭董和我的想法一定也是相同的 目前鸿海股价净值比1.05倍 他对鸿海这么熟悉 如果把鸿海卖了 他也不知道该把钱放在哪 不如把钱放在鸿海中 一年以10%的资产增值前进 那不香吗 很多散户很搞笑 真正该担心的他们天不怕的不怕 不需要他担心的 每天在那眼内心系 我只能说 一些在那嘴鸿海的 他们根本就不会是鸿海股东 有少部分的则是低级投机客 看看嘴完后鸿海股价会不会下跌 这样他们就能高卖及低买 但外资群近4年多下来 已经在鸿海中撞墙给你看了 外资群这种有资金 有筹码 有策略的机构 在鸿海中都只能撞墙了 更不要说一些低级的投机客 以目前鸿海潜在的价值至少高过200元以上 你还在那担心别人会不会用107.5元卖 真的就是爱说笑 之前有人把工业妇联按目前的市值来算 鸿海只要把工业妇联卖了 至少净值能增加近百元 一些散户傻 他们以为郭董或鸿海股东像他们这么傻 想要用107.5元买鸿海 我只能说 你少做梦了 200元我都不一定会卖给你 网友MusicFox分享 是隔15年我竟然收到 马多夫要清算的第9次分配说明单 马多夫的世纪庞是骗局 我前后投了900万左右 大概拿回近10% 还是因为有1万美元是投了一个月就出事 这笔几乎回来9成 中间书信往返 和马多夫受害者基金沟通 也是蛮麻烦的 其实之前我买的对冲基金 都是采取Fundefund的形式 而且买了好几家对冲基金 但是他们都投资马多夫的对冲基金 包了好几层 每一层都要手续费 管理费 继效费 真是最蠢的基金形式 2009年重创后 才比较开始学理财 只能算是运气很好 比较没踩雷 但大概只赶投20%的钱 其他都定存 直到接触到A大 才能安心赚股席 真是大开眼界 很多书中读不懂的 A大奖的例子 才打通得了正确观念 只是心里面还不够强 免不了还有内心戏 还要一直看A大视频修炼 非常感谢A大 对冲基金 避险基金 大家以后只要碰到 直接就跳过 我帮大家都是过了 全等于犯傻基金 理财没有捷径 A大回答 很多投资者就是这样 他们希望买一些 保本保习的产品 例如P2P IMB FTX 奥峰金融 五户集团等 但他们都没有想过一件事 这些理财产品 究竟提供钱的角色是谁 以IMB来说 就是信用不好的人 去银行借不到钱 然后拿房子去向IMB 借高利率的贷款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这些人信用都已经不好了 你怎么能相信这些人 可以让你保本保习呢 信用如果好的人 他拿房子去银行借钱 房贷利率差不多2%左右 何必去借8%到12%的贷款 在这么高的贷款利率下 会违约的几率本来就是相对大 这种等于就是垃圾债等级的 结果你在买时 别人和你说保本保习 这种鬼话你也会信 还有当初的P2P 一样是把钱拿去借给信用不好的人 有的还是学生 等于就是借他们信用卡的高利率 这种债务明显也是垃圾债 这些垃圾债都有一个共同点 也就是只要有人去质疑他们时 他们一定会去告质疑的人 因为本身他们就是经不起考验 所以会特别想要去保护名声 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理财或投资的基础 你根本不会想要去碰这些商品 而且不论是IMB或P2P 这些都是损人利己的事 你用资金去放高利贷 这种投资理财本来就不可能会长久 而且赚到的钱也等是黑心钱 我说过 唯有正道 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以投资鸿海来说 鸿海就是帮全球一流品牌提供一条龙的组装 及关键零组件 而这些一流品牌提供的产品 是让人类生活更便利 这样的生意模式才有可能会长久 公司本身就是在利人 最终就会利己 当你了解后 你就不会担心投资鸿海 最终会爆雷或是鞋本无归 鸿海合作的厂商都是一流的公司 目前提供的产品都是人类所需要的 鸿海做的是经济规模的生意 当你了解后 你就不会被一些政治媒体或网军给吓唬到 那些鲁蛇及酸民们 他们就是要来找麻烦的 不论你怎么做 他们就是张嘴就酸 不论你怎么做 他们都能酸 但大家记得一件事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穷 他们嘴很贱 很酸 但就是很穷 所以无法对鸿海股价造成实质影响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影响鸿海的股东 让股东恐慌 进而人采人 如果你买得起鸿海 而且手上很多 你还会被这些一个月领着三到四万 上个节目一次领两千元通告费的人唬住 那你真的也算是很可怜 如果你现实生活中认识这些鲁蛇 你一定是不会理他们说啥的 但到网路上时 你就以为他们说的是圣旨 所以自己还是要对网路资讯有一点判断能力 不然网军造完腰 抹完黑后 一个月可以领三到四万 你却傻乎乎的损失差价 交易税及手续费 文说 苹果正式发出发表会邀请函 预期即将发表新款iPhone15 iPhone最大代工厂鸿海因应客户拉获需求 为在河南郑州综合保税区的IPEBG失业群 动员中国大陆八个厂区的部分员工 协助河南纪元厂生产精密机构建 以最大产能支援生产 可以看出 iPhone15已经准备大量出货 鸿海旗下富士康河南加工区制造处指出 目前是新品量产爬破关键期 纪元厂区面临较大人力缺口 为满足生产需求 陆续从深圳、太原、静城、郑州、南考、鹤壁、成都、衡阳等八个厂区进行人力输送 动员超过2300人协助达成产能目标 鸿海集团去年12月透过复联科技与河南纪元市政府完成签约 在既有园区内新建包括壁区、壁区等厂房 负责5G终端精密制造项目 发展新型功能性材料 同时生产、研发智慧型手机精密机构建 新产线5月投产 总占的面积276亩 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公尺 持续引进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检测 智慧化生产管理 云端处理等创新技术 供应链人士表示 纪元厂区生产线已于第二季调整完毕 下半年迎来订单尖峰期 产出智慧型手机被盖、机框等零组件 送往位于郑州的iPhone15组装大本营 A大回答 对鸿海下半年营收集获利比较有重大影响的是苹果15销售情况 一些新闻目前在造谣或抹黑的事 那些都是小事 对于鸿海整体的影响都不大 大家记得一件事 短期影响骨架包括筹码面 技术面 心里面 消息面等 现在一些政治媒体及网均在发的属于消息面 然后去影响投资人的心里面 不过鸿海目前的股价在价值区 股价长期在100到110元之间整理 鸿海里面的股东经历了2020年百年一遇COVID-19的8532点 也经历过2022年最多下跌6000点的12629点 这两个超级大事件都无法动摇鸿海股东的信心 更不要说最近一些丢人现眼网均的消息面了 鸿海是由几百个子公司所组出来的 客户遍及全球一流大客户 这些客户提供着人类日常所需的3C产品 只要人类还存活着 鸿海就能一直赚钱 想要动摇鸿海的地位 也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 我说过 代工是一种重资产的产业 你想要做多大的营收 你就要有多大的资产 一些竞争者想要追赶 他们要慢慢地累积自己的资产 而且当你的公司规模越大时 你就需要越多的技术及专利 也需要机器 设备及厂房 最重要的是 你还要有一流的管理人才 这些东西不会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原本路边卖鸡排的 你的鸡排比肯德基好吃 你想要打败肯德基 那你需要做多少事呢 首先你要先有足够大的资金 这样你才可以去拓展店面 买机器 买设备 训练员工 当你生意越做越大时 你要有中央工厂 要库存管理 要物流 要仓管 后面上市筹资了 你还要到海外展店 要对当地的口味去调整 这些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也许你的鸡排在台湾可以打败肯德基 但到了全球各地后 你那鸡排可能被嫌得一文不值 所以不要把鸿海想象成是塑胶做的 一些竞争对手说要打败鸿海 如之前力训 伪创集合硕联手 结果几年后 鸿海的市占率却越占越高 打败是没看到 不过力训及伪创的股价确实是有被炒高 我只能说 炒股价一流 竞争力三流 如果有人觉得不服气 那你有种今天买伪创 然后五年内不要卖 我买鸿海后 也是五年不要卖 五年后看会怎样 大部分的人一定是不敢的 炒股仅是一时的 这种投机的价格单纯就是公司股本小 被三大法人炒高后割韭菜用的 很多散户已经被AI概念股割韭菜了 现在进行到一半 我少一点提醒的话 可以加速三大法人割韭菜 上星期我就静静地看着散户进去被割 星期五才稍微地再提一下 下星期我一样就是不提醒 过一周后再来看 反正越多散户进去买 三大法人收割的速度就越快 我越是提醒 三大法人出货不顺利 就会在那拉台集合盘股价 那些散户还以为自己买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咧 这一周涨幅前五名 第一名系立 涨幅22.2% 第二名大立光 涨幅6.74% 第三名国具 涨幅6.28% 第四名联电 涨幅5.63% 第五名南电 涨幅5.19% 跌幅前十名 第一名华硕 跌幅3.15% 第二名万海 跌幅2.18% 第三名广达 跌幅1.43% 第四名玉日车 跌幅1.05% 第五名瑞玉 跌幅0.81% 第六名统一 跌幅0.56% 第七名鸿海 跌幅0.46% 第八名加世达 跌幅0.44% 第九名何库金 跌幅0.19% 第十名延华 跌幅0.14% 这一周大盘上涨0.99% 0050上涨1.08% 台积电上涨0.37% 鸿海下跌0.46% 今年以来涨幅前五名 第一名广达 涨幅232.64% 第二名加世达 涨幅59.5% 第三名瑞玉 涨幅51.78% 第四名星星 涨幅51.67% 第五名华硕 涨幅48.98% 跌幅前十名 第一名万海 跌幅43.95% 第二名阳明 跌幅35.73% 第三名长荣 跌幅35.28% 第四名系立 跌幅30.01% 第五名中租 KY 跌幅17.74% 第六名丰泰 跌幅16.46% 第七名中钢 跌幅10.4% 第八名台化 跌幅10.21% 第九名华南京 跌幅8.24% 第十名台速 跌幅7.6% 今年以来大盘上涨17.73% 0050上涨14.25% 台积电上涨22.19% 鸿海上涨7.61% 新闻说 中国概念曾是个投信追捧挂牌ETF 指数型股票或债券基金 的热门组合 但随着中国经济爆雷不断 中股软啪啪 中概ETF退市潮起 占台股ETF总党数比重仅剩一成 甚至有四成规模跌破10亿元 不到1亿元而列入准下市清算名单的6档ETF中 更超过一半是中概ETF 规模前十大几乎被台股ETF 美债ETF通知 台股挂牌仅剩25档 四成规模跌破10亿元 去年至今以7档下市原大投信 在2018年发行首档中国债ETF的原大中国债ETF后 吸引投信进相发行 甚至受险业者为了增加海外投资债券管道 任养所谓的中国高收债ETF 推升总规模迅速在2020年首季奔上2000亿余元最高 也逼着金管会不得不出手 严控受险投资单一档债券ETF的比例限制 且特别要求中国投资曝险 中国债ETF暴起暴落 规模从2000亿崩跌至50亿 中国债ETF主要是投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金融债 但有些政经债并没找信贫机构取得信贫 在美欧各国竞相升息紧缩时 因中国仍处于货币宽松 利率波动风险较低 一度堵走海外债券ETF绩效榜 但随着受险大量赎回 资金潮水退去 陆续下市清算 目前仅剩中信新兴亚洲债 国泰中国政经债两档 合计规模仅50亿元 仅剩高峰时的2% A大回答 之前我就说过 很多散户喜欢买ETF 但完全不了解ETF中投资了哪些个股 听到名称是高股息 就会以为里面的投资标的通通都是高股息 最后没有想到投信都把钱拿去炒作AI概念股 有一些人听到主题是ETF 什么关键半导体 电动车 他们就以为真的就是投资半导体或电动车 一摊开里面的个股后 看了真的就是让人摇头 我说过 ETF的规模很大 每年的管理费 手续费金额很多 自然ETF发行商就能拿来买很多广告及业配 很容易就把黑的写成白的 一些散户会觉得自己资金小 不懂如何投资 然后就去买了ETF 最终发觉买了ETF报酬率就是少得可怜 一些ETF发行商为了自己的绩效 会把客户的钱拿去集中买几档个股 让自己短期的绩效很好看 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客户进来买ETF 其实这些ETF发行商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追到什么股票及什么价格 他们要的就是管理费及手续费 我敢和大家说 如果你和ETF操盘手说 你在操作该当基金时 你把自己的身家全部都放进去 而且十年内不准赎回 我敢和大家说 那些ETF操盘手就不敢去买一些很投机及没有价值的个股 现在会这样乱买 那是因为都是客户的钱 他们真的也没有很在乎 反正最后就一句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钱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摊开近十年的鸿海走势图 很明显就是会走一波上涨后 接着再下跌 时间都是一年左右 这就和外资群在伪创玩法差不多 外资群在伪创中买五个月 卖五个月 这样几乎完成了一买即一卖 目前手上还有七万多张 以伪创这种股本仅有290亿的公司 上涨及下跌仅需要一年左右就完成了 而鸿海股本1386亿 在减资之前高达1733亿 所以外资群玩法就是上涨8到10个月 下跌10到15个月 想法也很简单 就是低档布局股票 然后从高档卖下来 这样就能完成一买即一卖 这就是透过筹码及统计和统计完 从2019年开始 外资群这个玩法忽然就失效了 在2019年初到2020年底 鸿海从70到90元 然后从90元到70元 总共玩了三次 2021年上涨后 外资群就想要玩之前的把戏 从134元慢慢地把鸿海砍下来 但外资群把手上的股票都卖光后 股价还是在100到110元之间整理 近两年鸿海就是在除息前会上涨一小波段 为了把一整年赚到的钱反映到股价中 外资群之前必胜的手法失灵了 然后也把手上波段能卖的股票都卖光了 大家可以看到从2019年开始 千张以上的超级大户增加34人 减少股票75705人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落到40到1000张的 十户及大户手上 这些中十户及大户就是把小散户 及外资群的股票买掉 所以最近五年下来 鸿海股价就不会按照小散户 及外资群的想法再走 大家应该记得几年前 鸿海股东中还充斥着一堆觉得70元是底 90元是顶的小散户及散户 他们就是跌到70元就买 涨到90元就卖 这些人大概在2020年底前就被清光了 这也是为什么鸿海的股价 不会按照那些小散户的想法 在70元到90元之间整理 在这五年间 想要玩8到10个月上涨 然后10到15个月下跌的外资群股票也被清空 所以大家可以发觉鸿海的股价 也不会像之前那样上涨8到10个月 然后再下跌10到15个月 现在波段外资群如果想要玩 他们手上因为没有筹码了 所以首先他们要先买到足够多的筹码 以之前的经验来说 至少要买10%的持股 也就是138.6万张 这样才足以向上拉出8到10个月的上涨走势 之后再把这140万张分10到15个月卖掉 这时旧的鸿海股东就不能阻止他们这样玩了 当外资群买10%的股票后 一定会有相对应的股东卖出来 这些人大概就是被锚定在100元市底 110元市底的思维中 只要外资群不去买10%的股权 外资群是很难去控制鸿海的股价的 常常看到一些人在那制造恐慌 我只能说 想要让鸿海股价下跌 你要拿股票出来砸 外资群卖了100多万张都砸不下去了 一些网军 三名 鲁蛇以为动动嘴就能砸下去 真的就是好傻好天真 现在买进鸿海 你就是在底部区 这一点你不需要怀疑的 外资群想要玩伪创这种把戏 他也要先在地档买足够多的股票 现在外资群还没有买 他就一定是无法去控制股价走势的 如果外资群不玩 我们就是每年稳定的赚10%的资产增加 那不香吗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河海撒吧 河海撒吧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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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